近日媒体报道,在5月24日,印度某村一名38岁男子,因在疫情期间失去工作没有收入,被妻子和丈母娘活活打死。 目前,这对行凶母女已于5月30日,被当地警方带国。 这名受害者印度男子名叫拉米西,家出印度某村。 由于疫情影响,该名男子在新冠疫情,封锁期间不限事业,收入为零。 从那以后,这名印度男子便经常遭到妻子和丈母娘的奚落。 事发当日下午,妻子要求拉米西立刻出去找工作,但拉米西已封锁期间工作,很难找为由拒绝了妻子的要求。 妻子里拉非常生气,于是叫来自己的母亲和她一起殴打拉米西。 拉米西很快失去意识,并被送到医院抢救。 当地警察局局长拉德黑沙姆乔汉,告诉记者,把拉米西送到医院的是她自己的母亲和哥哥。 但衣裳重不至于5月27日死亡。 目前,被害者妻子和被害者的丈母娘都已经被逮捕,正在等待进一步审讯。 受疫情影响,印度全国失业率不大贪生。 印度经济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,印度4月失业率从3月的8.74%飙升至23.52%, 仅4月就有约1.221印度人失业,集中9130万是小商人和劳工。 近日,印度新型患状病毒肺炎爆发式增长,在日新增病例里破该国新钢。 截至5月31日14.22分,印度全国累计确诊,新型患状病毒肺炎病例182490例, 集中死亡5186例。 归生专家的预测,印度新冠疫情将在6月迎来真正的大爆发。 美娃美妖,谈谈播报。